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链接放在下面 叫sba.gov 所以这种gov结尾的都是政府的机构 那然后我们看这个 它有专门的一打开就是这个 所以就是网站就是 update 也非常及时 前几天我们来看的时候 看起来还不是那么的简单 就是很容易找到information 等我打开的时候点一下这个learn more 然后呢就会讲到coronavirus这些 但是我这个视频今天要告诉大家从这儿走 coronavirus funding options 这一块 然后呢你一点开之后 你就对这个所有的特别清楚了 我们来看一看啊 到了这一页 它一打开的时候 我们往下scroll down 你看这里有不同的program 一共有四个program 但是我们其实这两天了解的多的都是前三个 那我大概给大家goover一下 快快的 这块呢就是叫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PPP 这个我们打开来看好了 然后这个PPP program呢 你也可以从这儿看不同的program 然后呢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呢 就是虽然是政府backup的 但是你这个loan不是直接在这个网站上申请 你要去你的那个周围的商业银行做SBA loan的 你看哈 You can apply through existingSBA 7A这个lender 其实大部分的大银行像这种chase什么walls file 大银行都会有这种SBA loan的那种department 他们会处理 好像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信息 我待会也会把它放在我们的下面 不同的银行有一些那个不同的information吧 我会把它贴在下面 是我收到的我一个做SBA loan lender的朋友发给我的 因为我跟他说最近我也想好好学习 所以你有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我 分享给我一下 好 然后呢就是 这个 对 这块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在网站上 因为大部分的全部要通过这个银行来放贷 那就是最好的就是找你周围的这种银行 大银行有大银行的优势 小银行有小银行的优势 就是大银行的话 它通常的procedure比较多 就是 怎么说 因为它有整个就是像这种chase呀 walls file这种银行就是跨这个整个 整个那个 美国的 所以呢就是 他们一个policy下来 要整个所有不同的branch去执行 他们有公司的整个的大的policy 再有小的policy 小的policy 然后还会到那个underwriter那边去审核的话 就是process 可能会就是 我没做过这个sba的这种ppp loan 但是以我的经验的话 我做过很多年的地产投资 经常会跟银行打交道 所以大的呢 这种underwriting呢 通常就是会在一个统一的地方去process 可能就是经手的人比较多 那这个process可能会慢一点 你也可以去到local的小一点的这种sba lender 然后呢 他们可能有时候underwriting underwriter就在这么local那个office 直接打个电话过去就可以 那个 就可以跟他们connect 交通起来 可能会方便一点 但是大银行有大银行的好处 小银行有小银行的好处 所以你最好就是找你周围的 那个比较了解这块的来做这个事情 sba的这种lender来做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前视频也拍过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点 然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一直说一万块 一万块的这个emergency loan 我们可以这点一下 也到了这块 或者是我们可以回去 刚刚那个大page 看起来漂亮一点 有三个不同的program 四个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那个 10,000k advanced 我们已经在第27期和29期的视频 讲得很详细了 怎么做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一万块的advanced 但现在就是这两天 通过我们在整个硅谷的朋友圈 我们也建了群帮助 小业主在微信群 然后大家都在里面讨论 申请的人特别特别多 所以他只有100万亿 100万亿的那个fond 我另外一个朋友给我写微信说 我都是到多少号了 照我这样子弄的话 都已经3000多亿了 所以那个 我说那就first come first serve 这个loan 那我们就等吧 也许就是政府会看到一些信息 可能会随时update 因为这次政府也是一直每天 我们看新闻都有 那个川普总统啊 各个州的州长 都会发表一些 也那个news来告诉我们所有的update 所以政府也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SBA Express Loan 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 先给那个两万五两万五 这个呢就是我们还没做视频讲的很详细 那然后 其实我们就读一读这个就好了 它相当于一个bridge loan bridge loan 就是过桥贷款 那我们做地产呢 这些人就会比较熟 就是短期的借贷 然后呢 在地产的时候 利息是比较高的 比通常的买卖房屋的贷款会高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政府不会收我们很高的利息 只是帮我们读过一个难关 然后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好了 这个loan 然后 allow small business who currently have a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an SBA Express Lender to access up to 就是还是要去找这个SBA的 lender 可以 access to两万五 quickly 等于说先给你一些现金 让你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loan呢 can provide 支持小业主 然后 to overcome temporary loss on revenue 然后呢 use to bridge gap while applying for direct 对 我再读一下这句话 to help overcome temporary loss of revenue they are experienced 就是他们现在在那个difficulty的time 然后呢 can be a term loan term loan 就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是一期一期还的 or use to bridge the gap while applying for a direct SBA 就是 use the bridge 就是 这个bridge loan 所以它叫bridge 然后呢 the gap while applying for direct 就是你还在申请这个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对吗 这个期间 你可以先借这个 两万五 if the small business has an urgent need for cash while waiting decision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they may qualify for SBA Express Disaster Bridge Loan, 就是这个, 如果就是你在申请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就是这个,第二个,我们回到主页去看, 就是这个,因为太多term了嘛, 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非常confused的, 然后大家会看我的视频, 有很多图片什么的, 因为我个人就是从读书开始, 做各种笔记, 我都是会画上图画, 然后基本上考试的时候, 就是复习,就是容易很多, 那就很快就把逻辑关系搞清楚了, 这样子就不会confused, 如果光看文字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confused, 所以我喜欢看这种图片, 我太喜欢这个网站, 好,然后呢,就是刚刚说回来, 就是这个, 如果你在借这个loan的时候, 它因为会先给你一个1万块的advance, 但是你这个整个loan, 当时我也说过, 有朋友误区, 以为这个loan只是给1万块, 这个loan呢, 可以up to 2 million, 要看你business的一些情况, 这个loan呢, 和这个PPP的相比较之下呢, 就是这个disasterloan的利息会比较低, 然后呢,这个PPP呢, 如果它主要是为了那种发工资, 有雇员的这种小业主, 那它有可能是, 你只要符合它的条件, 它会给你forgiving的, 就是这样的区别, 然后这个expressloan呢, 只是帮助你, 比如说借贷这个的时候, 而第二个这个的时候, 你还在等, 也不知道多久, 那它先给了你一个1万块钱吗, 你还是应急, 还是不够呀, 那这个也是一个option, 具体的话, 我们刚刚点进去已经看过了, 所以还是得去找你身边的这个SBA lender, 你到时候把这个网站给他们看一下, 然后或者你, 就是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 他们都是professional,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赶着去直播, 每天11点钟, 我们会在YouTube上直播, 我会请我周围的一些好朋友, 都是在行业里面比较资深的, 有十几二十几年经验的一些, 做资产管理的一些朋友, 做保险的一些朋友, 做房地产, 做贷款, 做那个, 还有昨天跟我纽约投行的一个朋友, 他们是专门做公司上市的, 然后我说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我在硅谷这个地方呢, 也有很多VC的朋友, 做那个最早期的, 从总字轮到后面的都有, 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创业社区, 已经运营了快十年了, 那讲中文的会员, 差不多有几万吧, 四五万这样子, 然后老美的会员, 就讲英文的, 不是老美, 就讲英文的这个base的会员的话, 差不多有也是好几万, 四五万吧, 加起来就是那个非常多八到十万之间这样的一个会员, 然后我前两天好像问我的合伙人, 我们好像又涨了会员了, 挺开心的做这些事情, 那昨天也很感谢很多网友给我留言, 他们说叫我多注意身体, 非常感动, 做这个, 就是有时候做事情嘛, 就是因为我们做服务也很多年了, 在就是给客户做服务的时候, 当然挣钱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多年之后呢, 最感动的就是客户对你的认可, 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的客户都变成了我的老朋友, 然后他们会就是, 就是就很开心嘛, 经常会一起玩啊, 一起交流啊, 一起相互学习啊, 也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 那我也, 我们也经常说我们做俱乐部的目的, 也是希望大家相互交流, 因为就是像我自己, 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很牛的专家, 但是我是一直, 这十几二十年的状态, 一直是保持学习的, 不管有新的, 就我感兴趣的投资方面呢, 然后像这个税法方面呢, 这些相关的, 或者是遗产规划的这些知识吧, 还有就是, 那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知识, 我都是一直喜欢学习的, 这两天在我的朋友圈分享, 怎么样保持蔬菜, 那个新鲜, 还会做饭这些, 那种田, 这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了, 那平时在这个knowledge方面的话, 网友也说, 说我比较专业, 那可能就是很多年的累积, 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牛的专家, 我只是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然后呢, 因为大家的,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聪明, 尤其是我们硅谷, 我接触下来那么多年, 都是高学历的朋友, 大家其实都是知道怎么去弄, 但是就是唯一的一开始, 就是他们时间有限嘛, 那我们是做这个专业的, 可能我们先一步把这个规律总结出来, 分享给大家, 大家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 我觉得我们做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个事情, 那大家有好的information, 也欢迎给我们分享, 我是很喜欢学习的一个人, 那就这期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